悠尔的陶笛声传达疗愈人心的力量 智泉文教基金会清水终身学习中心 15周年成果展 有听觉响宴 有静态步展 更有浓浓的咖啡香 林润瑶担任咖啡班讲师六年 响应慕心慕爱 行善不落人后 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提供咖啡 尽自己微博的这个心力 也感恩我们今天所有的咖啡学员 乐于付出 乐在学习 成果展吸引许多人共襄盛举 智泉文教基金会也要约大爱感恩科技 以服装走秀诠释延续物名的概念 完保运动裤 透气又出爽 它的油胛配整个段运动毛巾来拆擦 宝特瓶在自我利用 然后制成这样各样的产品 也希望说能够结合更多的爱心 拿回馈给全世界 结合环保与慈善 与地球共生息 大家请问真正美技工 蔡松明 蔡水美台中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